公研院今天举办44周年院庆 以及新科院士颁寿典礼 副总统陈建仁也赶到新竹 还以梦想越大成功的机会就越大 勉励员工 希望加快研发脚步 让梦想中的技术尽早投入市场应用 第六届公研院新科院士出炉 副总统陈建仁亲自为前公研院董事长史清泰 长新材料公司创办人高英氏 中美系金董事长卢明光 三人颁发证章和证书 新科院士史清泰是推动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先锋 他认为未来科技产业最重要的关键 应该是着重在如何跟生活做连接 人类的需求会回到很基础的地方 像我们对于水 对于能源 对于粮食 对于空气 这些都是越来越稀少的东西 因为我们人类在发展的过程里面 不断的很多地方没有注意到 其实我们应该用科技来解决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 因为我今年也是70岁的生日 所以得到公研院这么优秀单位的院士 这一个熟龙是我非常的感动 也非常的高兴的事 公研院也展出许多以关键技术 协助传统产业翻转的成果 副总统陈建仁 期许公研院要做产业应用的领头羊 怀抱远大的梦想 帮助台湾产业升级 副总统陈建仁勉力公研院勇敢逐梦 并成为全世界看见台湾的灯塔 公研院董事长吴正中也表示 公研院设置公研院院士 除了表彰院士对国家与社会的贡献 希望未来产学研更紧密整合 更有力地帮助产业升级 新唐野孩电视林秋霞 台湾新竹采访报道 参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